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家庭种菜栏目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如何在家自己种植出好看又好吃的胡萝卜 这个视频将从胡萝卜种子开始 一步一步从胡萝卜种子萌芽 生长 胡萝卜快跟蓬大 详细分享胡萝卜的生长过程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提到过 胡萝卜属于陕仙科植物 与香菜、芹菜互为近亲 胡萝卜幸喜冷凉的气候 因此根据不同地方的气候条件 每年的8至10月播种最为适宜 一些高山地区可以适当提前 现在也有一些耐热、耐臭苔的品种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 1到2月份搭拱棚播种 胡萝卜适合在土层、身后、肥沃 且排水性良好的土壤里生长 因此在盆栽种植时 我们应该选择高一点的容器 我用的是这个长50多厘米 宽30多厘米 高度20多厘米的泡沫箱 使用前因为排水需要 记得先在泡沫箱底扎一些小孔 另外我也准备了一个泡沫箱盖子 将它放在容器底部 当做托盘 这样做可以避免容器里的土露出 减少打扫地板的工作 也能稍稍减少水和养分的流失 种植前 我准备一桶沙土 和一份腐熟的羊粪肥 加土前先往容器底部 试录一些羊粪肥 接着再装入沙朗土 将土壤和肥料搅拌混合一下 大家也可以选用其他土壤 和其他有机负荷肥 但切记不要选择用 那种含沙粒很少的粘重土 否则很容易造成 后期胡萝卜快根发生 棋根和裂根等畸形根现象 有的甚至会造成胡萝卜烂根 最后 由于我挖的土已经用完了 只能往里面加入一些购买的营养土 再将它和沙朗土混合一下 网上购买的营养土 大部分的土质都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狼土 因此可以将它们与我用的土混合 土壤准备好后 先对它们进行浇透水 我们在种植时 不管是先放种子后浇水 或者是先浇水后放种子 都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种子太小 且采用直播的方法的话 先浇水后放种子 相比先放种子后浇水 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 种子被水冲刷 造成后期初苗不均匀的现象发生 而如果是采用育苗杯育苗 就比较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所以 这一步大家可以自己酌情考虑 水全部沉入土壤后 再浇一遍 以保证所有土壤全部湿透 浇透水后 开始播种 胡萝卜种子很小 看上去像瘦小版 且干比变色的水稻壳 将种子均匀地撒在土壤表面 尽量撒得均匀一些 全部撒播均匀后 我们再往容器上 铺一层薄薄的湿细土 最后再轻轻将土壤拍实一点 到这里 播种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五天后 容器表面冒出了一些胡萝卜小苗了 小苗都还非常细 这时候的胡萝卜苗 发芽得很不均匀 一些小苗已经占得很直了 两片叶子都舒展开来 一部分小苗虽然破土了 但两片叶子 还仍然黏在一起 还有的小苗仍然在炉里准备破土 七天后 胡萝卜小苗基本上都破土而出了 不要看它们各自细细小小的 胡萝卜小苗可是蔬菜界里 适应能力很强的幼崽 它们既能忍受短时间的 零下3至4摄氏度的低温 也能在27至3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正常生长 18天后 胡萝卜苗长高了很多 大部分胡萝卜苗都长出了2至3片真叶 随着胡萝卜苗的长大 它们对气温的低适应能力反而开始慢慢变弱了 进入叶片生长期后 以白天为20至25摄氏度 夜间为15至18摄氏度为最佳 在这个阶段 我们也要开始为胡萝卜建苗了 虽然大部分的小苗都长得很不错 但还是要轮痛割爱 选择一些长势比较慢的小苗拔除 建苗之后的容器大概是这样的 每颗小苗之间保持5至8厘米左右的距离 28天后 胡萝卜小苗慢慢长大了一些 真叶也比之前多了不少 在播种前 我们是入了不少腐熟粪肥 也加了一些营养土增加肥力 所以在这个胡萝卜叶片生长阶段 我仅仅用水果皮偶制的叶肥 兑水20倍左右为它们追肥 45天后 胡萝卜植株长大了很多 开始呈现出茂盛的样子 在胡萝卜前期生长阶段 由于小苗叶片小 蒸腾作用小 不必每天浇水 看见土壤干了 适当浇一些水即可 第60天 胡萝卜已经非常茂盛了 事实上 在第45天之后 我们就得注意观察一下 胡萝卜的地面部分 看到胡萝卜精叶下 开始有红色快根石 说明胡萝卜已经进入了地下快根生长阶段了 这个阶段 我们要每隔10天至半个月左右 为胡萝卜施少许甲肥 我使用的是农家制制的草木灰 直接撒在土壤表面 有的朋友不方便获得草木灰 那么 使用甲肥比较高的富豪肥也是可以的 不过 不管使用哪种肥料 施肥后 都记得要浇一次水 第82天 相隔了近一个月 胡萝卜的植株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 这个阶段的胡萝卜侧终于地下长快根 泡沫箱的边缘破了一块 从这个角度 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胡萝卜快根已经开始膨大了 但块头还相对较小 所以我们还得耐心的再等等 第97天 又过了半个月了 胡萝卜植株依然没有明显的变化 不过 这个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泡沫箱子已经被胡萝卜挤得有点变形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边采收一部分胡萝卜来吃了 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我先采收七根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大部分胡萝卜的长势都很不错 只有其中一根长了一点七根 不过 这也不影响胡萝卜使用就是了 剩余的胡萝卜过几天再采收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胡萝卜是一种营养价值丰富 且不容易招虫的蔬菜 大家赶紧在家也动手种植一些吧 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收看更多家庭种植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啦 给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